全世界空氣槍有百分機構集在臺灣製作 其中一間大將就有在新港鄉 可以說是臺灣製作 有百分之八十零件都在附近的工廠製作 更是中華製作 但在大廠攤外匯當時 當署長靠在兩年近前 讓鹹警移叫槍跑大約關折雕類依賞法斑 但當署長有料因希求有完其秀 為了臺灣的經濟打拼 雖然冠四日理性沒多 但減風由完結束上屬 給當署長料因希確實有些頭疼 到其他變成對面單臺出口品的層口 了當季的抓順的標誌 這些都是一堂名 全是還有六頂但在出口的上品 因為臺灣探討大量的外匯和郵領 這次品質的名聲 而且都符合經濟無標準 卻有發規格的經驗 但減徑就以違法方式減行中期後 起手衣實在很無奈 本人之前有被移送法辦 第一審被判了兩年八個月 但第二審這些法官們 已經幫我平緩了 無罪判決 但只是很可惜 又被檢察官上訴最高法院 但我相信這個是可以安心的度過 所以這一方面當然我們希望說以後政府的這些法條 這些玩具槍的管理規則可以更清楚 讓我們這些有心想要爭取外銷訂單的 會更放心 全力往前衝 這個是我的期待 希望政府能夠坐下來 跟我們業者好好的溝通 然後在不影響治安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好好的發揮經濟實力 其實台灣的製造能力很強 從我們可以用自己的品牌 推展到全世界70個國家 而且已經有一個證明 業績證明出來 我們現在 今年的目標是 五億五千萬 應該達成立應該是 沒有問題 近年來雙春尤其已經盡力運動模式 但卻欠看JB配套的產品 當市長開始演化到中央地有關的設備 青春圍拿、電子把燈燈燈燈 尤其是電子把燈 更是運用11000CQB的卸來攻堅作戰混能輸用 讓軍警訓練 無人港的成本 而且相當安全 新中華新聞李明鋒 新港 蔡宏波德